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台湾的相应的专家指出 直接要购买美国的所谓战斧巡航导弹 达到源头打击地可以攻击中国大陆福利 现在情报说台湾自己的雄风系列导弹的增程版本 达到500公里的射程 未来部署在台湾岛内包括前一道外岛 已经可以攻击到中国大陆内陆福利 这个话题今天会有重点的分析 还要关注一下台湾现在除了派出他的官兵到美国进行收讯以外 最新的情报说要向德国军队学习 学习突袭战 城市作战 分散作战 而且有可能把德军的教官请到台湾 甚至台湾的军队要到欧洲受训 今天对我独家的分析要关注一下 美国8月份展开大规模的全球的演习 当中的重点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美国的海军未来要在全球任何作战的区域随时能够到达 而且重点指名是针对台海印台的作战 当然这当中依靠的是印度包括日本还有菲律宾的基地 今天对我分析 还要关注一下几方军战机巡航台湾岛 从去年8月佩洛西窜台到今年8月整整一年 台湾的统计是超过过万架次十多种战机 台湾比喻奔命 最关注的是解放军压缩了台岛的作战空间 随时突袭 今天都会关注 不过首先看看这些军情谍报 据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美国的情报说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海军 已经把多数原属于海军的航空单位资产 移交给了解放军空军 美国的空军专家认为 这将使到解放军海军 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解放军的航母战斗上 南华早报报道 引述美国空军大学的中国航空研究院 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大陆解放军今年开始 把解放军海军包括战机 轰炸机雷达 防空导弹部队和机场的海军原有的航空单位 移交给了解放军的空军 最新情况说 至今起码有原属于解放军海军的 海军航空兵的三只 炸机旅机部队 两只轰炸机团 三只雷达力 三只防空旅和机场战场的 如今都已经转归给了解放军的空军 美国的报告说 解放军海军转移相关的单位 给空机的海上打击力量联合的指挥部 更加现代化 并统合在解放军的五大战区下的 空军司令部同侠指挥 所有的空战空防作战力量 使到它可以不分散在战区的 两个军主之间 南华早报报道 引述美国 结果报告说 解放军海军把空战的兵力装备 转移给解放军空军 战略的目标 在于强化解放军的航母战斗力 的攻击力量支持 解放军海军 专注打造成熟的航母舰载战机 空中的航空的攻击力 同时接受到解放军海军 集中资源人才和技术保障 去发展以航母为中心的 解放军海上的攻击力量 报告说中国解放军的海军 转移相关的空战的资源资产 也向空军提供了重要的作战力 像是海军提供的轰流轰炸机 就让解放军的空军的空军未来 可以心理更多 可以搭载核弹的 解放军空军的轰炸机机队 另一方面英文的政治看乎外交代 大致引述美国的国王记者的研究报告声 中国新型的隐形战机 GN20战机进入量产 到今年年底 GN20连产量已经可能达到每年100架 美国国王记者的情报 不算去年2022年解放军 交给解放军新入役的GN20战机 大约70架 最新情况说 目前美军大约有187架 美军F22隐形战机 解放军目前的GN20战机的总数 大约在200到250架之间 美军原先的估计是 解放军GN20战机的数量最少 要到2027年才会超越美军的 F22已经战机在数量互扣 中国军阀提前了4年 实现了GN20战机超越 F22战机数量最余目标 跟军出来了 栏目当最新的情况 净方军的新GN20战机 2017年开始 正式的灭装解放军部队目前 已经在解放军全国 5大战区都有入役 并且执行不同的人物 包括飞巡西南边境 巡航台海南海 参与实弹实战演习 军新的额日额的4RG报道 印度正在全力研制一个耗子 25亿美元的攻击项目 暂时可以使得 400公里范围内的 敌方的飞机和导弹 失去作用 最新情况说 印度这款正在 秘密研发当中的 三级的低对空的 远程导弹生成 可以快速准确地 打击不同范围内的 敌方的目标 具备在400公里范围内 击落敌方的飞机 和导弹的 印度本土的防空系统 如果这个项目成功了 实施 印度将会成为 即美俄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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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之后 拥有能够远程的 摧毁地方战机 和导弹的 空中目标本土 发射的军事能力 根据军机关系 南部长最新起码 印度和中国大陆 解放军 都拥有俄罗斯体 S-400的防空导弹系统 印度军方程 目前秘密新颜值的 本土的三级 拦截导弹系统 会更加适应 印度高原山区 部署和追踪目标 未来 会优先部署到 中印面积高原山区 针对解放军的战机 和解放军的导弹目标 另外 印度海军现有四艘的潜艇 是从德国采购的 德国将为印度 把这一批的潜艇 展开最新的 现代化的升级 除了发射雨雷 还可以不放水雷 发射前车的 鱼叉反舰导弹 同时 印度生成 未来升级舟潜艇 可以保持在印度洋 的轮换巡航 针对解放军舰队 另一方面 日行亚洲半岛 经过15年的 这条喜马拉雅山区的 全球最高的铁路桥梁 将在纪念地 全面地通车 印度军方高层 声声这条铁路的大桥 是印度国防重大工厂 是扭转 印度和印八边境的 对质形式的 印度关键的军事条件设施 最新情况是 这条印度的 连接中立 印八边境的战略大桥总场 1315米 以防爆特殊钢柴 和水泥树打造 能够抵御一般炸弹和弹药 直接的攻击 抗争规模 达到八级强阵 印度军方称称这条大桥 能够让印度军方 重新掌握边境战略优势 确保印度军方 很广泛 印八的科什米尔 特别是印度军队 包括山地四颗 地面机械化的装甲部队 推进支援到 往返印度与中国大陆 重新激烈对视 武装冲突的 拉达克边境地区 印度可以更快些的 运输量更大 印度强调到这条边境的 战略的铁路大桥 建成通车之后 会重点防空防炸防破坏 保证战略大桥的战略通道 全天候 仓行安全 曾经常去负责 指挥边境部队的印度 前陆局的北方司令部 司令承认所 目前印度只有一条 主要的公路通往边境地区 而且经常受到大雨 塌方的影响 阻碍了印度的军民车辆 前往边境 而火车的运辆 是卡车的50倍 在军北的战略运输方面 运行时间在公路 大约需要15小时 用铁路能够缩短到 三个小时以内 新的迪路大桥通车轴 和一样印度军方 快速把兵力军车 和装备弹药等 迅速的机动前提 都是印度正当秘密的 建造联系 克什米尔与中印边境 拉达科的号称 亚洲最长 双向的公路隧道 为英军未来 提升边境的快速军兵 后勤军事补给 最终的秘密的军事 上场当中 台军提出 注意到美国 提供给乌克兰的 低空导弹升级系统 在俄乌战士当中 反制俄军的 作战经验 台湾提出 要采购 美国升级版本的 全域先进 低空导弹系统 可以发现 锁定对岸几亿旺军的 不同射程的 和飞行高度的 几亿旺军的攻击导弹 台湾的军方首长 已经承认 有这一项的 兼致的方案 最近起码说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 是由美国的雷神公司 和诺贝联合开发的 陆寄 第一队空导弹的 反导系统可以拦截 来信的导弹 占几个无人机 这个防空反导的系统 在乌克兰军方的 实战当中生成 对俄德斯 发射的导弹的 拦截成功率 居然高达100% 在美国在7月底 向乌克兰提供的 1比13亿美金的 军备援助当中 就包括4套 这类型的 第一空导弹系统 台湾军方 秘密的规划 是要向美国 采购这类型的 4个列 也是6个牌的 这套提供系统 用来强化 大台北正经的中处 导弹指挥机构的 野战防空系统 利用它 360度无死角的 防空拦截特性 反制西方军的 无人机构导弹 戒备防弹 西方军的斩收行动 不过也有台湾的 军事部队员质疑 美国的对台支手 说台湾 向美国采购的 66架F16V战机 原定是今年初 就要正式的交货 给台军不过 台湾在已经付出的 部分款项之后 美国却把首架 F16V战机的 交货的时间 延迟退后到 明年的第三季主组 延后了一年半 批评美国 对台军售 是前期说得不漂亮 中期先收货款 最后延级交货 不想信用 另外美国的 跨党派的众议员 提出最新的要求 要求美国关卡 有限处理 对台湾的军售案 停止 限制只卖给台湾的武器 必须是防御性质的 台军的前将领 呼应说攻击 才是最佳的防御 只有防御性的武器 对台湾是不够的 台湾最确的是 源头打击性的武器 可以向美国争取 采购美智的 占服巡航导弹 台湾军方的 前空军中将升野 兵法上攻击 才是最佳的防御 台湾的战略重神 太短 只有防御性的武器 对台湾是不够的 因为台湾就能够 买到防御性的武器 能用的武器种类 受到局限 必须要取消这个限制 才能够更好地 发挥台湾的 作战规划和威设立 而射成超过 300公里的远程导弹 都是可以用来 攻击的武器系统 一旦台湾发生战事 台湾军方需要确保 有可以越过台湾海峡 攻击到中国大陆 对岸的武器 可以对大陆的 重要的军事设施 防空导弹的战略 雷达战 机场宝导实施打击 不过台军的 先将你也承认说 如果台湾 获得美军的 进攻性的武器 中国大陆一定认为 这是极大的挑衅 会对美台 做出激烈的 反制的措施 甚至会率先摧毁 台军这对武器的 部署精力裁判 必须要有充分的考量 和应变的措施 而台军的智囊 就声称 一旦台海开战 制海权和制攻权 将是关键 而在解放军渡海攻台 部署部队集结之时 台军就可以直接 对中国大陆源头 予以攻击 这对台鹏防卫作战 也有很大的帮助 而日本已经秘密 向美国争取 要采购达到 2500公里的 占卜巡洋导弹 美国也倾向同意 向日本提供占卜巡洋导弹 给日本这样自卫队 成为进入台海东海 之战之后 可以分散攻击 中国大陆的目标 台军的智囊也声称台湾 也应该把占卜巡洋导弹 能进攻型的武器 列入对美秘密 磋商采购的警弹当中 尽快形成一定的威慑力 好 本来提到 美国向台湾的出售 和输出所谓军援的 武器装备当中 除了所谓无人机 包括最新的低空导弹系统以外 台湾主动提出 有可能是要 日本现在也要要到的 所谓战斧巡洋导弹 直接可以攻击到 中国大陆的腐敌的目标 连线下台湾的军事观察员 郑纪文 基本上已经在台北掌握了情报 现在台湾巡洋推动了 所谓源头打击 跨越台海 打击中国大陆 腐敌的目标的武器 进展如何 战斧巡洪导弹 台军希望获得 最主要是获得 所谓的源头打击能力 也就是借由源头打击 让解放军一些重点 对台湾威胁的一些武器 或者一些基地 能够受到台军 打击武器的威胁 进而让解放军 必须要分散兵力 或对防御加大他的准备 那起到两岸军事态势 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而最新所谓的源头打击 过去几年 一支台军所鼓吹的 事实上台军目前 也有类似的武器 比如说 这个雄凤21巡航导弹 据说它的标准型 射程600公里 它的真程型 达到1000 甚至1200公里 此外还有神秘的 这个云风 这个超音速的巡航导弹 好 这台北的问题 提到美国向台湾出售 一系列武器 现在点名 所谓战斧巡航导弹 另外美国向台湾出售 的升级版本 F-17V战斤 正在秘密的升级 要加快提供给台湾 而台军现在除了 派出台湾的官兵 到美国授讯以外 最新情报说 台湾也希望学习 德国 注意是德军的突袭 和巷战的战法 蔡英文特别扩编了 所谓城市巷战的 宪兵部队 另外台湾的军情机构 说现在要强化 加紧跟美国 欧洲 日本的军事情报交流 看一个片段 据台湾联合报道 在美国的战家学院 曾经担任 荣誉讲座教官的 台军前军官建议 台湾军方 除了向美军学习以外 德国的军事经验 和直观系统 已深得台湾军方训细 第一 德国军方对前线的军官 充分授权 根据战场的情况 灵机的判断 重视德国军事官的 专业判断 增加硬变的一颗战斗力 德国的军队 在演习训练的时候 不是一成不变的脚本 而是随时 加入新的状况 训练各级的军官的决断力 这情况 他们军队演习的时候 要再三的愈演愈将 有很大的不同 德国军队打成 是向他强调分散时 会主动军 激动的灵活性 灵战的决断力 第二 国际军事协特 充许德军的闪电战 强调速度提醒各报 以快速打乱敌军的 指挥管制的体系 德军是全球第一个 把不比 战成抛名的空军 结合在一起 又互相支援的综合军队 德军战手 运动的时候 是更加灵活 更能适应战场的 混乱的情况 或者故意给对手 制造混乱情况 台湾军官可以向 德军选行第三 是德军的训练常态 是实弹设计 不怕手上 为德军官兵 进行贴近实战的 临战的经验 以此 德国军队还特别 成立的青年团 等准军事主持 可以迅速地 转变成为作战的 但对应急 接受新的 扎出战法 武器装备的 实弹的训练 德国的军力结合 提醒完备 最新的科技 往往首先 优先利用到 部队作战 这些都是台湾军方 可以向德国军队 学习界界的经验 提升实战的 抗补激励 最新的情报 分享起 德国军方的 作战的战法 和训练的方法 让台湾军方 觉得可以学习界界 不排除 台湾军方 除了要求美军的 教官到台湾国外 甚至可能要求 德国的军事教官 甚至北约教官 到台湾展开训练 甚至 裁军的官兵 会秘密到德国 接受培训 另一方面 台湾的中国时报 披露上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 最近表示 十多年前 美国在中国大陆招募的 美国的情报网络 遭遇毁灭性的反情报损失 现在美国正在 秘密地努力地重建 而美国 欧洲 日本 中国 都希望通过台湾的军情系统 掌握中国大陆的 行为一样 军事动态 现在是台湾 与外界的军事情报局 欧安的黄金的17 台湾中国时报的文章 特别引述 台湾的情侍官员披露说 香港实施了国安法之后 有法院抓见底 美国中央情报局 在香港的情报活动 形容瓦解 中国社报披露说 香港的黑暴集结 估计在香港活动的 美国中情绪人员 加上外媒人员 可顾超过3000人 当前美中对抗情势下 台湾的情侍知情官员也披露说 美国 欧洲等国家把台湾 当成重要的军事情报 各种情报的合作对象 把台湾作为了解 中国大陆的重要的创头 而台湾的军事情报的强项 是对于中国大陆内部的 正经动态的掌握爆破 对大陆掌政区的人事脉络 管理 指挥风格 有长期的台湾独特的 研发分析的体系能量 对于美国 欧洲等国家的情报 他们也来说 台湾有多年长期积累的 对中国大陆军事情报 极处的分析人才 还特别有台湾派情的情报人员 进入大陆的网络扑接 台湾中国时报 就被门批词说 科技情报当下 更是国际合作的重点 重要性不亚于军事情报 包括电子侦查 情报收集等方面 因为台湾有靠近 中国大陆的地理的优势 容易争获 特别是台湾 还有中文的语言优势 甚至针对面向台海的 中国大陆的福建广东 这些重要的省份 台湾军情系统 也有扎落米男女 越语的人才 加上情报分析经验的优势 所以美日有很多国家的情报单位 愿意把台湾当成了解和征搜 中国大陆的窗口和合作的机构 最新情报 譬如说台湾军情局将 杨静色中将 深受美国方面的关注 去年一年就曾经秘密地 赴美国三次 可见台湾军事情报交流的并且 好 今天就到台湾军方 最新连串的东向 一方面有可能要向德国 甚至派官兵到德国授训 另外实际上台湾的军情部门 实际上强化日本 包括美国 包括欧洲的 派驻台湾的军情人员 进行情报的交流 这个话题放一边 本周另外一个消息 美军 美军就在8月份 大规模展开全球的海军 特别海军陆战队的 作战大演练 它的作战特点 就是要随时任何战区作战的时候 美军的海军陆战队 在全球都可以调派到达 而且特别提到呢 是台海南海之战 另外呢美军说呢 要提升射程啊 提升导弹的攻击射程 这样美军可以远离 中国大陆的攻击范围之外 展开攻击 每增加20%的射程 美军的安全的系数增加一倍 看一个片段 这里有一首包包到美国海军 和海军陆战队 8月9号到18号 居请代号大队本演习 2023的演习 东游美丽设计 两万五千人美军的六个司令部 七支舰队参军 北军8月份的大演习 也能跨越地理界线的作战方式 特别是横跨 82个时区的全样态的作战模式 最近什么时候参与 8月份大演习的 包括了美国海军的舰队司令部 太平洋舰队 美国海军的欧洲飞舟司令部 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特强海军陆战队 太平洋的海军陆战队 大演习统是东拳的 六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当中 四个是虚拟的舰队 就是不出实力 而是网上的兵 一推演的配合 还有三个 两栖的战备群当中两个虚拟 还有美军25艘真实的 大型的舰队和超过 50艘的虚拟舰队 虚实结合 也能如何联系 统一指挥 美军分散各地的 编队系统作战 是一场全球性的军事冲突 美军的诱惑 从今年看未来三到八年 也就是2030年之前 全球爆发全球性的军事冲突的概率 超过七场 作为全球能够同时 大力昂长战争的超级大国美国 美军必须要定期地检验测算 全球的打击力 美国海军最目的观点 所面对未来的海上的军事冲突 需要美军的部队 分散几千公里作战 并且可以同时地攻击 某个区域的敌人之后 美军能够马上快速地转移 不再集中在同一个区域 被敌方锁定攻击 不过美军这种快打快策的战法 面对中国大陆 迅速提升的 机动导弹的打击力的时候 对美军来说 确实是新的压力和明确的风险 而捅下了十亿万美军冠兵的 美国空中机动司令部的指挥官 迷你还中讲 最近曾经秘密地 明明欺下了冠名 做好两年之内 可能与中国交战的准备 他还曾经公开地说过 如果美国明天输掉战争 世界上没有人会关心 美军十年后的规划是什么 现在美国军防并没有公布 是哪两个真实的航母打击群 参与了八月份的大演习 不过根据军情 我来想要我们掌握最新的情报 这场中包括了美军 最新情最新接最新入役的 使用严重的航射战机系统的 浮特号航母打击群 可刚刚从南海 演练之后 驶回到澳洲海域的 比根的号航母打击群 美军特别安排了夸军中的 网络作战部队 还有太空军 迷你参与这次海空的共同演练 美军说 未来作战属于全球的一体化 任何战区 任何地区和海区的战斗 都不是单打独斗 特别是面对来自俄的思议中国 即使是面对朝鲜 一旦有战事缠斗 是立体的战区是变大 美军必须要求表达 全球部署的美军的部队损使 可以无时差地被分派 造打指定的战区 暗喊当代的战争网络战 是无时差化的 第一面的攻击大战之前 往往是网络对队 瘫痪敌方的指挥动作 甚至大型的民生设施 另外日本产机新闻报导说 美国陆局将和日本的陆上自卫队 在首月份将在日本全国发表内的 自卫队的基地和演习场 举行代表东方之盾大规模的 美日联络系列作战演习 提升美日两国的军队 互相协调 跨越作战 互相增援的联合作战力 当中秘密的科目 包括了固守岛屿 路上的阵地和城市 终点目标保卫战 另一方面香港新报报导 美国国会正在考虑 透过改良美军的导弹的燃料 提升美军攻击的射程 直到美军 能够在今年远离中国大陆 导弹基地的亚太区域 有作战的优势 印太美军的改良计划设计 使用掉更加强大的代号名为 C-20的炸药 并采用更新弹头 把武器射程提高20% 理论上美军射程 1000公里的美军导弹 可以增程到1200公里 除了射程以外 大鸟的爆炸 混相力也可以增加 美军测试之后 新的能量的材料 得让一枚400磅的炸弹 取得限1000磅炸药 相突的杀伤力 参动两样普遍支持 这个美军的升级机会 还认为可以迅速 让美军的攻击武器增加射程 美国国会认为 美军在印太地发射攻击平台 包括美军的舰程战争 要尽量远离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反射 攻击基地射程范围之外 尽量的减低被击中 摧毁的可能性 而美国中央的美中战略 精神特别委员会的主席 生成印太交点区区 包括台湾 东海 南海的潜在冲突 和中国大陆解放军 打击力的提升 这些都意味着美军 需要有更多能够 打击到远距离目标的 美国的反射导弹 和长程的攻击武器 而理论上 美国的成本也就可能越低 好 北洛提到美军 要增加导弹的射程 希望在中国大陆的导弹 打击范围以外 展开美军所谓安全的攻击 稍回来听听美国 有独家的情报的分析 另外关注呢 美军也提到 8月份大规模的海军陆战队 全球可以到达的作战演练 重点针对台海 南海 东海 来自东京也有情报分析 相信日本将会主动的配合 而且提供大量的基地 稍回来分析另外关注一下 台湾说过去一年 从佩洛西8月创台 到今年8月正等一年 中国大陆解放军十多种战机 过万架次绕台湾巡航飞行 台湾担心被突然的袭击 稍回来分析 回到金融官的视频 主观就讲解 美军8月份大规模的 全球到达的作战演练 另外的美军 要提升导弹的射程 今天请调日本的毛峰 美国的原着尖分析 先问一下日本毛峰 已经在日本掌握了情报 美军的所谓全球到达 特别台海作战 南海东海作战 日本给予什么样的作战 支援和配合 一旦台海有事或南海有事 日本支援美军 会采取两大步骤 那么一方面 不仅会全面同意 驻入美军基地 全开放的帮助 实现美军新的兵力投送 而且还会全方位的同意开放日本的军事基地和民用机场港口给美军使用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以日美军事同盟相互保护为借口 为海陆空和网络电子以及远程化反导反舰打击 配合美军展开一体化的作战 基本上在目前应对解放军的这个攻击力的面前 美军还是只要强调它的远程 然后它的分布式 这种分布式不光是一个海基平台 一个空气平台 就是海陆空 甚至于包括太空 好 谢谢大家分析了本周的焦点 美军大规模的海上的作战 演练另外的美军导弹升级射程和爆炸攻击的当量 这话题续续关注本周另外一个焦点 台湾军方一个最新的秘密的统计曝光 提到去年8月份的佩洛西窜台之后 到今年8月整整这一年 发现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战机群 不断的常态的绕飞这个台海 而且超过过万次进入军情互动 台湾军方一个最新的统计 去年8月 黑洛西窜党台湾到今年8月份整整这一年 发现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战机群 常态绕飞巡航台岛周边 最多的时候每天超过百架次 全年加下来超过万次 台湾军方大围乘今年现下台湾的军事官 成员正纪文 今晚引力在台北掌握的情报 台区最担心的到底是什么 未来解放军这些活动还是会常态性的实施 但内容部分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像无人机的部分 那大家普遍就认为各类型的无人机 特别是这个大型长航室的无人机 增加在台海周边的活动 甚至进行一个绕岛飞行 那可能它的频次会越来越增加 那另外那随着解放军像海军 特别是航母编队突破第一岛 我们过去发现经常在台湾东边海域 乃至于菲律宾海之间活动 而解放军它航空部队也会结合 这个航母编队的活动 增加它在台海周边的活动状况 那普遍认为这将是未来解放军 海空军活动的一个新常态 最近中国有一个是展开了大规模的战略巡航引起 外界强烈关注的 虽然不是第一次 但这次规模很大 而且中俄出动了11艘舰艇 展开大规模的巡航 而且展开过海上的对攻对潜的相应演练 关键是中俄的舰队逼近过美国周边 美国大卫紧张 包括美国也出动了美军侦察机 还有美军的军舰进行抵近的侦察 可见了中俄引起美方高度的警惕 另外中俄这个舰队逼近使经过阿六申群岛 而且逼近了美国拉拉斯加 根据以往的情报的判断 很可能这个舰队回航的时候 还会使劲美国在太平洋的夏威夷基地 抵达这个第三岛链 甚至回航会逼近美军的关岛基地等等 美国当然是大为紧张 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的画面 以上军舰观传室下周三 我们再见 好 高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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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